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公往生为言 就叫很多人来祝念 我看了很感动 亲朋好友很多很无常的 这样子都做了 我越来越害怕 说我来到这个人世间 不然做了什么事情 懵懵懂懂的就走了 我就跟隔壁的讲 我要做慈祭 起先做环保的时候 早上五六点就跑到四川路 一直回收 结果越说越多 后来我就跟隔壁邻居 这样子大家一起来做 就这样子带动我们社区志工做环保 我的身体是那时候有尿酸 手都会痛 脚也是种种的 可是做环保满身都是汗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病都没有了 做环保我感觉到很踏实 所以越做越滑稀 上人有一句话说 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个人 我感觉到人生都是很苦的 在最快乐的时候我就是打日慈祭 做这个有意义的事 环境才会干净 又可以救大地 我感谢了 我感谢了 每个人都请站起来 我们下期一定要